国民党经理公布总统征召人选线市长出席力挺 国民党17日预料将公布总统征召人选 传闻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 党主席朱立伦15日晚间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会面后 立委陈玉珍原定16日举行的挺郭造势记者会 以及支持郭台铭参选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与国民党部分中常委的参序皆取消 不过国民党中央与郭台铭办公室都为对外说明郭台铭是否被劝退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桃园市长张善震与基隆市长谢国良等执政县市长 将出席17日的国民党例行中常会 营造团结意味浓厚 下次总统大选将于2024年1月13日举行 民进党将由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出马竞选 刑法修正三读电脑合成身位影像声音诈骗罪 重关7年罚百万 考量网络资讯科技及人工智慧技术的运用快速发展 为有效遏止诈骗集团用电脑合成等方法制作不实影像诈欺 立法院会16日三读修正通过刑法第339条之4条文 增订以电脑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制作关于他人的不实影像与声音或电磁记录的方法犯诈欺罪作为加重处罚的事由 并规定这类犯罪行为可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 明天起封面接近西半部留意短时强降雨 中央气象局表示17日是本周天气最稳定的时候 仅东半部与山区有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18日起封面接近19日受到封面影响 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西半部与是较为明显要留意短时间强降雨 温度方面17日白天西半部约摄氏30度到34度 东半部28度到29度 18日会比17日更热 各地高温都在32度以上 立院三读同婚专法增列共同收养子女规定 立法院会2019年5月三读通过司法院 试字第748号解释施刑法 规定相同性别两人可向护证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16日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司法院 试字第748号解释施刑法第20条条文 让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收养他方的子女或共同收养时 准用民法关于收养的规定 房贷补贴3万元6月1日开放申请最快7月初入账 立法院2月通过议后强化经济与社会任性 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有新台币165亿元 估计将可加汇55万户房贷族 专案6月1日正式开放线上受理申请 预计首批符合资格的贷款户 最快7月就可获3万元定额支持金 申请日期至今年12月29日截止 专题 520农运35年后检视七大诉求 农保与成立农业部陆续落实 立法院会16日三读通过农业部组织法 农委会将升格为农业部 明定其掌理农业政策与法规规划等十大事项 并设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属与农业科技园区 管理中心等八个次级机关 适逢520农运将届满35周年 当年上街抗议的农民提出的七大诉求当中 已经逐步落实在经济农保与肥料补贴与水利 会改制为公务机关与农业部即将成立等政策成果上 但废止农会总干事临选的诉求尚未达成 前英乡特拉斯抵台称此行是与自由前线政府及民众一同努力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16日至20日访问台湾 16日晚间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时发表谈话表示 此刻台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很高兴能来台在自由的前线和台湾政府及民众一同努力 特拉斯访台行引发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是作秀外交 他在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时表示 北京企图压缩台湾活动空间 将一中政策错误诠释为西方民主政体 皆不得与台湾有任何往来 在此情况下各国持续与台湾互动更显重要 中国CPI涨幅和缓分析说 恐限时值通货紧缩 中国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0.1% 年增幅创两年多以来新低 市场担忧出现通货紧缩 即民众因经济情况不加减少消费 导致物价几乎不涨或甚至降低的情况 但中国央行发布报告强调经济好转与供需趋于平衡 否认出现通缩 分析指出 中国CPI增幅未达通货紧缩定义 但在中国央行持续超发货币的情况下 CPI涨幅却和缓 可解读中国恐已陷入实质通缩 学者指出 中国现有核心问题在于整个消费起步来 包含两个部分 一是超额储蓄 COVID-19疫情过后 民众仍不愿意消费与倾向存钱 另一个为失业率 尤其青年失业率将近两成 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高 所以确于消费 泰国在野党能否终结军方掌权 大选结果局势一次看 泰国14日举行众议院选举 两大在野党前进党和维泰党南瓜席次大胜军方所支持 与执政9年的总理帕拉育势力 前进党在大选中拿下众议员151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42岁的党魁皮塔 Peter Limgerowen Ratt渴望成为总理 但得看接下来与各党派的合纵连横是否成功 最晚在8月初之前让新内阁成行 金曲奖第34届入围名单公布 吴清风雄仔珍歌王徐佳寅A-Lin抢后 第34届金曲奖将于7月1日颁奖 主办单位5月16日公布入围名单 今年特别贡献奖颁发给歌手欧阳飞飞及已故音乐人林秋梨 吴清风与雄仔与Hush等人将争夺歌王宝座 A-Lin与徐佳寅与洪佩鱼等人抢后 其中淡出音乐圈十多年的洪佩鱼 以首张专辑明示入围八奖成为大赢家 开箱老照片苹果PowerBook500上市 1994年5月17日 美商苹果Apple公司推出全功能笔记型电脑 采用独特触控式轨迹板 仅需以手指接触及可控制游标 让使用者操作更方便 PowerBook系列笔记型电脑创风气之先 把轨迹球和滑鼠键放到键盘下方中央 成为之后所有苹果 以及其他品牌笔记型电脑的固定位置 到2008年 当MacBook Air从苹果创办人贾伯斯的牛皮纸袋里 划出来的经典一刻 苹果笔电材正式和塑料外壳分道扬镳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